欢迎大家准备收看2023年9月5号的财经麻辣粉 外民哥在天津跟大家问好 大家中午好 这个早上的行情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涨势稍微停下来以后 人气就会跟着稍微降下来 所以大家表现的热度也会稍微冷却 这也不是一件坏事情 为什么呢 任何时候什么事情都不能走得太过于极端 当然行情大好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这个也不能太过于兴奋 也要冷静下来 这个仔细的进行分析 这个投资的选择 这些都是要大家不断的努力 这个我们平台的目的呢 就是陪伴大家 随时跟大家一起走过 这个行情的每一分每一秒 这个是外民哥开始之前 一点的这种心得跟感想 但不管怎么样了 行情怎么走 这个财经新闻 或者这个世界局势 它的这个变迁或者发展呢 它是不会停止的 谢谢阿龙 冷静冷静会友 也谢谢会友的支持 谢谢力群烟 同好同乐 对对对 这个我们都有共同的乐趣 这个人就是要这样子 这个外民哥经常讲 投资股票其实或者看行情 不见得是一定要赚钱 重要的是你要从这个过程中 对不对 保持你心智的这种健全 还有这种活力这点很重要 这样子的话不容易老 也不容易也比较不会 甚至于根本不会得老人痴呆症 这个我们最近办那个活动 那个福带宋那本书 趁你还记得 就是外民哥的一个 台湾地区大学的一个学长 他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就是 这个告诉大家要怎么样预防 这个失智症的发生 那其中最重要一点 就是天天动脑筋 包括看书吸收知识 我们看行情也是 不断地吸收新的事物 还有新的变化 这个对我们大家来讲都有帮助 那讲到新的这个事物 不晓得昨天大家有没有去点一杯 所谓酱香咖啡来喝 这个是茅王跟国内最大的这个咖啡通路商 瑞幸的一个跨界的一个联名活动 就是用茅王生产的这个茅台酒做咖啡调制的这个饮料的原料 外民哥稍微看了一下子 这个他这个新闻都报道了 昨天这个一开卖以后 这个很多这个瑞幸咖啡的这个门店 到中午之前东西都已经卖光了 外民哥也有很多朋友 在这个群里头 或者在社群平台上 都秀出他们喝咖啡的 喝喝喝喝这个什么酱香咖啡的这种感觉跟体验 这个蛮有趣的 但这也反映出这个行业跟消费市场 这个正在起的这个微妙的这个变化 这个外民哥曾经看过一个报道 这个为什么瑞幸就是过去一年多的发展 在中国市场上基本上已经打败了这个星巴克 那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中国人根据中国的特殊的饮食文化 推出了或者发展出一套所谓新派咖啡的喝法 就是喝咖啡不见得一定只要加奶精 或者加什么其他的东西 外国那些碗页 他也可以加很多中国的碗页 有人在咖啡里头加了豆浆 也有人加了椰奶 也有人加了各种中国特有的这个水果茶 等等等等的来增加这个咖啡的风味 当然那很自然的就有人想到 那是不是可以加一点白酒 加一点酱香的白酒 当然可能过一段时间也有人会加加 加一点浓香的白酒都不一定了 这个咖啡里头加酒 这个也不是什么新的喝法 在国外呢万民哥就曾经在星巴克里面喝过这个威士忌加这个拿点咖啡 其实味道还不错 所以这个酱香拿铁呢 就是在这个拿铁的咖啡里头 大家都知道拿铁咖啡嘛 拿铁咖啡的基本的配方呢 就是咖啡加奶泡 现在呢 酱香的这个拿铁咖啡呢 就是加一点酱香型的白酒 形成它的特殊风味 那万民哥看了一下新闻里面 他大概讲不是说直接加酒啦 是加了什么呢 加了茅台提供的后奶 这个后奶里面呢 有加了茅台酒 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酱香拿铁 这个酱香不晓得是酒还是一种香料 我们不能讲香料 还是一种酒香的风味 这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由昨天市场的反应来讲的话 的确创造了这个话题 那这个就行销的角度来讲 那茅台这个做法呢 等于就是降伪打击 这个俊荣苏格兰威士忌 这个爱尔兰咖啡 哇每个都是喝咖啡的高手 这个阿龙 这个万民哥在股市 这个不赚钱难道是玩啊 不能这样讲 游戏人生嘛 赚钱不赚钱都是玩 赚钱也要玩 不赚钱也要玩 这个是万民哥的一点浅见 我们现在回归到这个 这个茅台 这个降伪打击这个事情 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一瓶茅台 可能要三千块左右 我们那个平台后制 节目的这个杨诚 前两天还跟我讲 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 眼睛还没睁开 就赶快打开电脑 为什么呢 要抢上网抢抢购茅台 因为茅台的官网 每天都有这个限量 这个推出来 这个爱茅台 就是上网去买茅台 那它的价格呢 就是根据茅台的建议售价 那跟市场的售价比起来的话 那差了很多啊 差了一两千块 但是呢抢了好多天啊 根本就抢不到 刚刚上节目之前 他还跟我讲说 他现在才发觉 人家上爱茅台去抢茅台酒 根本不是人去抢 是用程式去抢 就有人专门写这个程式 每天几点钟时间一到 他就自动上爱茅台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呢 去抢购那个茅台酒 然后再转卖出去 我就跟他讲说 我说你就省省心吧 就直接呢 这个买一瓶 那买来干嘛呢 他说他爷爷年纪很大了 到现在都还没喝过这个茅台酒 所以要买一瓶 这个孝敬他爷爷 那由这些事情 你就不难想见 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 但是呢 这个贵州茅台 它的这个地位呢 对不对 就不是一般的酒可以比拟的 它有它特殊的意义 有人说你一辈子 不喝像一杯这个贵州茅台 不算是喝过白酒 甚至于有这种亡者的地位 但是呢 市场上有它面临的一个困境 我们看这个PPT 右边这一块 就今年这个新闻呢 是今年八月的新闻呢 这个喝酒行情不在 这个白酒的行情已经不行了 高端白酒价格面临大面积的倒挂 所有的高端白酒 不管是这个杨核 不管是武粮义 不管是这个 什么卢州老教 这个高端白酒 对不对 几乎从今年第二季以来 都处在这个价格倒挂的情况 什么叫价格倒挂 外面就跟大家讲 就是经销商去跟原厂敬酒的时候呢 敬酒的价格比所谓挂牌的出厂价格还要便宜 那经销商在零售市场卖白酒的价格呢 比原厂建议提供的建议售价呢 对不对 也要便宜 这个问题就大了 本来以前呢 去买酒都要加价 都溢价的 就像以前买汽车 20年前在国内买个汽车 对不对 你都要加价 这个牌价是50万 那你就加个五六万 甚至于七八万 你才能买到车子 那现在不一样 现在呢 排价是一回事 但是呢 实际的交易价格都低于排价 中间都有折扣了 那这个当然呢 就会影响到所有白酒厂 它的这个业绩跟销售 但这个情况之下呢 还出现一个大问题 那所有的高端白酒厂的 都不断的在扩充自己的这个产能 为什么呢 那就是市场不好的情况之下呢 才要加速这个投入价格战的力度 不能够让自己的市占率呢 有丝毫的受到松动 一旦的市占率处于滑坡的现象的话 那可能就一去不返了 所以必须稳固自己的阵脚 所以每一家酒厂虽然利润下滑了 但是呢还在扩充产能 外面刚才替大家找了一张 这个也是这个前两个月做的调查 这个问这个白酒经销商 这个酒销售的状况 认为呢 交易的情况还不错 达到预期的呢只有16% 大多数的人呢都认为 交易的情况呢不如预期 那看这不是很麻烦的吗 这就是现在这个白酒市场的样态 高端白酒面临的这个困境呢 中低端的白酒一样 甚至于呢面临的压力更大 这个国内最大的白酒供应商顺兴嘛 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好像顺兴就是最有名的酒就是那个 北京的红星二锅头啊 哇今年上半年也出现了业绩 持续下滑的这种现象 这就是市场嘛 那茅台去做这个事情 推出这个所谓酱香的拿铁 其实呢就是因应市场的变化 进行靠前的行销计划 就是我现在的主要消费 这些年轻的族群呢都是四五岁 四五十岁以上的这些男性 那这些人将来都会走啦 随着他们年纪的这个增大 收入也减少了 然后的体力也不行了 所以呢对白酒的消费量 对不对就会下降 那必须想办法争取这个三十岁以下的 这些年轻的族群 但是偏偏这些年轻的族群啊 又不太买白酒的帐 外民哥替大家找了一个 也是啊这个今年啊 他们做的一个调查 而这个调查呢是讲 2022年针对年轻人 什么是年轻人呢 就是三十四岁到十八岁之间 十八岁以上三十四岁以下 他们对白酒的看法啊 那第一个呢对不对 喜欢白酒的人呢 只占了百分之六点八 那认为白酒是一个传统的饮品的人呢 有它特殊文化意义呢 占了百分之二十一 那最要命的是认为呢 白酒口感不好 不喜欢喝白酒的人 占了百分之二十三 你看看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就很大了 那还有呢这个认为呢 对不对 白酒呢只不过是一种 传统的这种形象 他们对这个白酒 没什么兴趣的人呢 占了百分之二点七 整个来讲呢 对不对 从来不喝白酒的人 更占了百分之十三 所以年轻人 对白酒的接受度不够 年轻人他喜欢喝什么呢 第一个呢就是喝这个葡萄酒 占了百分之四十一 那啤酒呢占了百分之四十 这个可以复选的啦 那经常饮用传统白酒的人呢 只有百分之二十八 这个喝白酒的比例呢 比不上喝葡萄酒跟啤酒 那更不用讲 还有什么水果酒啊 威士忌啊 甚至于日本的清酒啊 通通都有来分割这个市场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你想想看 这些既有的白酒厂 他们会想到明天啊 我们来看看市场的分布状况啊 这个市场的分布状况呢 对不对 30岁以下的 这个白酒 占整个白酒的消费量呢 只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三 所以你要想办法 让年轻人 能够接受这个白酒的味道 那另外一点呢 对不对 随着他们这个工作能力的增加 这个收入的提高 社会地位影响力的扩大 那么他们呢 可以呢 进一步呢 提高 对白酒的这种消费需求 但是这个有很大的问题啊 这个万民哥看了一个调查里面报告 就多数的人啊 并不认同白酒的文化 其实白酒文化是什么呢 有的人呢 讲的比较极端一点 就是白酒文化代表的就是 没有文化的文化 就是那种酒桌文化 那种上不了党次的文化 就上了酒桌呢 对不对 就你怪我我怪你 不把对方干倒的话 对不对 那就忘 就是就是忘废了这么好的白酒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茅台 不管是卖冰淇淋也好 或者呢 卖这个酱香 这个拿铁也好 其实都试着 希望改变了整个企业 跟产品的形象 另外一点呢 对不对 透过这个产品的多元化呢 对不对 也可以分散风险 不然你想想看 现在茅台 虽然白酒 高端白酒的市场呢 这个经不如席 但是呢 基本上还处于不够卖的情况之下 在不够卖的情况之下 他还愿意拿一部分酒出来 对不对 做成原奶原料的 去这个制作所谓的酱香拿铁 对 这个等于是 等于是这个 预见未来市场的变化 开始呢 进行一些调整 相对来讲 比其他的白酒厂 外民哥来讲 这个 贵重帽都还算是 比较用心的 外民哥老家数千 也是产好久的地方嘛 大家都知道 数千是什么酒 对不对 就是洋河嘛 这个洋河酒也很有名啊 什么蓝色经典啊 什么绵柔型啊 其实中国的白酒里面 传统上没有什么绵柔型啊 就是清香 这个浓香跟酱香 那只是洋河为了 怎么讲 改变它的企业形象 推出了这个所谓绵柔型 其实它就是一种清香型的嘛 跟台湾地区的白酒 味道还比较接近一点 但是它只是在卖白酒 白酒只能用来喝 不能够这个 用做其他用途 所以我有一次啊 我们老乡问我说 他想做点生意 我帮他想了一下子 我说我们数千 最有名的产品是什么 他说就是洋河 洋河的这个白酒啊 那我说你用白酒 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新的商机 他说我又不开酒厂 我不开酒厂没有关系 你呀可以做什么 酒薄面膜 就是女性化妆的那个面膜 大家知道吧 那为什么呢 国内现在面膜卖的最好的 就是一个国外的品牌 叫做SK什么的那家 它最顶级的产品 王炸级的产品呢 就是酒薄面膜 就是什么叫酒薄呢 就是酿酒 这个过程中啊 产生的那个下酒 下脚料 本来都拿去当饲料用的 你可以拿来提炼出里面 有一种特殊的化学分子 专有名词叫Pittera 用那个Pittera呢 放在面膜上 一样可以产生 美白的效果 美白润肤的效果 我那个老乡听我那么提点了 想了半天 他就觉得好迈吗 就不愿意动 你有什么办法呢 哎 我在想想这个 所以很多事情啊 就是你愿不愿意 接受一个不一样的观念 然后展开行动 去实现你一个新的目标 这点非常重要 所以你看看啊 这么多的这个白酒唱里面啊 真的 贵州茅台还算是有点人才 这个不容易 我们应该给予他鼓励 俊荣点唱的余老师 大家现在已经开始支持自己的余老 支持自己这个心目中的这个偶像 A 用完很有效果 真的吗 听说是这个样子 的确效果是不错 这个第二条呢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新闻 今天我们一个重点人物 还是讲到马斯克 有的人会觉得外民跟你昨天讲马斯克 今天还要讲马斯克 我这样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这个马斯克在现在全球的企业家里面 绝对是一个顶流人物 他的一言一行所受到的保贬 其实对整个经济 产业科技的发展呢 都至关重要 从他的身上反映出的一些新闻 你就可以了解国际上 现在发生了哪些事情 而这些事情呢 事实上很可能跟你我的财富 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昨天啊 美国有个媒体啊 做了一个报导 这个呢叫做 商业新闻 Business News 这个Business News 访问了这个老先生 这个老先生呢叫做 艾罗 艾罗尔 我们可以翻成中文叫艾罗尔 艾罗尔是谁呢 就是马斯克 艾隆马斯克的爸爸 你看看中间有个照片 就是呢 这个很早好早之前 这个艾罗尔马斯克抱着 艾隆马斯克的样子 那照片的 这个这个报导的 左右边呢 就是马斯克前几年呢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抽着那个大麻的那个样子 一边拿着吉他 一边唱两句就吸两个 那这个 这个马斯克的爸爸艾罗尔 他怎么说呢 他批评 批评什么批评一种 批评一种 批评这个一种谣言 这个谣言说 马斯克 就是吸毒 还有呢有 精神方面健康的问题 这个马斯克的爸爸 虽然跟马斯克的关系 这个不是很好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 他还是勇于出来 捍卫儿子的荣誉跟尊严 他说 我儿子啊没有吸毒 更没有精神问题 外面对他那些传言 是大错特错的 这个传言从哪边出来呢 Daily Mail 就是英国的一家媒体 叫做美日邮报 美日邮报呢 最近的引述前一段时间 也就是上个礼拜 纽约克对于 马斯克的种种报导 那这个报导里面 主要 纽约克这个报导里面 主要是报导什么呢 他从前任 就是前几个月 刚刚卸任的 美国前国防部长 柯林卡尔的一段叙述开始 这个柯林卡尔去年 在这个俄乌啊 发生冲突白热化以后 有一天在巴黎打电话 跟很多人联系 跟很多人联系中呢 还有一个人最让他头大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马斯克 为什么找他联系呢 因为呢 这个在俄乌冲突的前线呢 乌克兰的士兵啊 得不到新链的帮助跟资源 大家都知道 这个俄乌两边打起来以后啊 这个乌克兰的通信设备啊 几乎全被俄罗斯摧毁了 靠的是什么 就是马斯克提供 他的STAR LINK 星链呢 作为乌克兰 这个不管是老百姓 还是军队呢 通信的主要手段 但前线的乌克兰士兵发掘 他们的这个星链呢 断讯了 断讯的话 那就造成军事行动 没办法展开啊 那怎么回事呢 美国的国防部长 克林卡尔就打电话给马斯克 这什么问题啊 这个马斯克是说啊 第一个呢 我这个提供的这些协助资源啊 都是这个无偿的 让我直接蒙受了4亿美元的损失 我这个SpaceX太空探索公司 还没赚钱 还要去负担这个费用成本 我不干这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呢 他觉得呢 对不对 乌克兰打不赢俄罗斯的 所以他也反对这场战争 那这个克林卡尔就 非常的火大呀 或者 但是没办法呀 因为呢 美国国防部 甚至于北大西洋工业主书 都依赖马斯克的科技 还有他的星链计划 你一旦对不对 在技术上没办法对不对 这个压倒对方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他就反过来哀求 马斯克你一定要帮帮忙 但是心里头很火大 我堂堂国防部对不对 这个面临到需要你来帮忙的时候对不对 还要对你低三下四的哀求 这算是哪门子的事情啊 这个有损美国政府的威严 所以你可以看出纽约克 这个报导来讲 就提到埃隆马斯克 是地下 shadow shadow就是隐私的 ruler统治者 整个世界秩序规范的ruler统治者 他有多大资格 可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呢 根据柯林卡尔 就是美国的前国王部副部长他讲 马斯克他不是外交家 他也不是政治家 但是呢 他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外交家 政治家的影响力都大 这个美国很多的军火商 波音洛克希德 这个雷神 这个格鲁曼 每一家都很牛 但是呢全部加起来 也没有马斯克的影响力大 这就是马斯克 他甚至于在接受 纽约克采访的时候 说他跟马斯克对话的过程中啊 他问马斯克 你这样子会不会 这个对全球的政治形势呢 这个造成太大的影响 这个造成太大的影响 马斯克居然回答他 我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 我当然就可以这么做 而且 柯林卡尔的形容还非常微妙 他说马斯克回答这句话的时候 就像是路易十四一样 路易十四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 在欧洲号称太阳王 在当时欧洲的国际政治中啊 他讲话是一言九鼎 他就是实际的欧洲统治者 所以柯林卡尔就形容啊 马斯克回答他这句话的时候呢 就像路易十四的口吻一样 把自己当成太阳王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马斯克还跟他这个透露出 透露出什么呢 我曾经经常跟普京打电话联络 我们经常有这个Greeper Conversation 什么叫做Greeper Conversation 就是很棒的聊天跟对话 聊得非常非常的这个舒爽 这个结果在美国国防部长 副部长前面讲这个话 你想想看 这个柯林卡尔他是做何感受 他就觉得马斯克已经在很多方面 超越了美国政府 这就是现在小丸子 谢谢张勇给我们爱心 也谢谢你啊 这个工长 这个谢谢大家的支持 但最重要呢 还是要帮我们这个加关注 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这个我们一起在平台上互动 这才是最重要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就形成了一个气氛 就是西方的建制派 主流政治团体 跟统治者 已经开始慢慢联手起来 要对付马斯克 大家都知道前面 马斯克对于拜登啊 对不对 是有很多的批评也不太满意 这个每日邮报跟纽约克的报道里面都提到 他不但呢 在外交上面呢 这个在俄乌的这个冲突中呢 站在俄罗斯这一方 对不对 因为马斯克最早提出来啊 这个乌克兰你干脆克里米亚让给俄罗斯吧 然后赶快跟人家和谈吧 再打下去 对你没什么好处啊 这去年他就提出来 你现在看起来 他讲的话也没有错啊 对不对 但是跟美国政府的国家政策不符啊 那甚至于呢 克林卡尔还讲说 马斯克太过于依赖 中国政府的善意 就是东方大国对他的善意 造成呢 对不对 这个美国跟中国呢 在做地缘政治博弈的时候呢 得不到应该有的支持 这其实这不只是马斯克啦 美国很多企业家 特别是这个顶级的企业 都不太赞成这个 美国现在对中国的这些政策 跟这些博弈 对认为觉得这个是有爱美国的经济 对美国整体的发展 还有创新环境 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但它代表的是一股力量 所以就美国的建制派 或者当权派来讲的话 他们不太能接受这种事情 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马斯克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经常可以看到 英国金融时报 美日邮报 这个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甚至于彭博社 这个纽约克等等的 经常对马斯克进行 很多无端的攻击跟指责 包括外民哥上个礼拜就跟大家讲 现在拜登总统利用司法部 把美国的司法权 武器化 用来整肃一己 目标之一就是马斯克 所以未来至少到明年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美国的建制派 不管是政治或者舆论界 还会对马斯克怎么样展开 怎么样的抵制也好 攻击也好抹黑也好 大家值得大家去留意 这是外民哥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条新闻 第三条新闻 跟大家问一个尝试 你们觉得水稻应该涨多高 外民哥上节目之前 那余老师跟我讲 我先问余老师 你看过水稻吗 他说开什么玩笑 我家里头很多地都在种水稻 我怎么没看过水稻 那我问他说水稻可以涨多高 大概不到一公尺 到这个腰际这个地方 那你们觉得可以涨多高 大家可以在平台上 发表自己的看法 一米还有呢 还有没有别的答案 大家觉得一米合理吗 我们一般中的印象 没关系大家 怎么只有一个人讲一米 我们一般的印象 对不对 阿龙一般水稻齐腰齐胸 可以到齐胸 齐胸也齐胸也一米多了 万民哥小时候家里头附近 都是在种水稻 我的感觉水稻 就是从膝盖到腰间这个地方 这个蓝钓海月一米五 这个摇鸣高 摇鸣高 摇鸣是多少呢 是二米三六 那很高 这个齐腰 多数人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从膝盖到腰部 这个大概六七十公分 到一米的这个高度 但是呢 现在呢 有一款中国最新的杂交带 杂交道 叫什么巨型杂交水稻 这个hybrid就是杂交 rice就是稻子 giant就是巨型 巨型杂交水稻 多高呢 它这边有张照片上 所附带的就是接近两米 事实上可以超过两米 多一点点 那成为了什么呢 成为了现在解决粮食危机的 一个重要的这个facto 这个facto就是重要的一个有利的东西 或者一个因素 这是越南的英文时报所写的 它这个主要是讲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 这个最近开发出一个巨型的水稻 这个巨型的水稻 对不对 长得很高 都超过人的高度了 那它呢 可以有效的提供水稻田单位面积 30%的产能 那大家都知道 从这个去年以来啊 就一直有rise crisis rise就是稻米啊 这个risk就是危机 就是稻米出现了减产的情况 你看印度啊 泰国啊 还有什么越南啊 都开始限制稻米的出口啊 那就巨型水稻是盐碱地涨的吗 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中国的杂交水稻 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啊 万一哥替大家找了一个图啊 这是国外的一个研究报道啊 他说从1966年开始啊 在那个袁隆平的这个领导之下呢 中国就开始进行杂交水稻的 这种研究 breeder rice 那到了这个2000年以后啊 中国在水稻方面 投入的工作更多了 包括基因组的研究 包括呢 植米 包括多年生的水稻 包括呢 海水稻 海水水稻 还有呢 包括呢 一些所谓Green Green 绿色基因的这种水稻 什么叫绿色基因水稻呢 比如说它用水量 比较耐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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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耐旱的结果呢 对水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 那对环保来讲的话 就有帮助有解水的功能 等等等等的 这些技术呢 对不对 让水稻呢 对不对 全面满足了产能上的需求 解决了饥饿的问题 这个中国在水稻方面 整合的技术超过了任何的国家 这个不是国内媒体的报导 这是国外媒体的报导 那万民哥 根据这个新闻呢 就去找国内媒体 万民哥跟大家看了一下子 这个巨型水稻是什么样子 所以中间有一个人 他拿了两串稻税 小的这个呢 就是一般水稻的稻 那大的这个呢 就是巨型水稻的稻稻 估计巨型水稻的稻稻一株 大概呢 可以产800厘米 那一般小型呢 大概可以80到100厘米 所以呢 可以获得有效的增产 我们看这个两张照片 一张呢 就是袁隆平在时候拍的 他在从事巨型水稻 开始杂交改良的时候 那另外一个呢 是袁隆平走了以后 他团队里面另外一个领导人 叫做下星界博士 这个研究巨型水稻的这个画面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水稻的稻株呢 其实都已经超过一个人高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情况 他利用的就是杂交水稻的技术 有很多人啊 包括万民哥啊 有段时间搞不清楚杂交水稻 跟这个转基因的技术到底有什么差别 所以万民哥也替大家找了一个资料 我们区分一下杂交水稻 跟转基因的水稻功能 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杂交水稻啊 就是把不同地区的同一种的植物呢 进行呢交配 比如发混啊 或者什么样的改良 衍生出一个新的 新的这个植物品种 植物品种 但是呢 基因水稻就是不一样了 它基因水稻的方式呢 对吧 转基因的方式呢 就是在一种植物上面呢 加入了另外一种 其他种类植物的基因呢 改良出新的这个品种 就是比如说 有些植物比较耐旱 那我放在这个水稻 两个做基因的结合的话 它就可以开发出 比较耐旱的这种水稻 那有的呢 这个植物蛋白质比较丰富 我就试着呢 跟一般普通的水稻 结合在一起 就提高水稻的蛋白质 就像是转基因大豆 它为什么可以收到大家的欢迎呢 就是它加上其他多油脂植物的基因 提高大豆的脂肪含量 有利于榨油嘛 但各有各的优点 那转基因的这个优点 它可能呢 就会破坏生物界的平衡 产生一种新的变种 那个问题就很大了 那这个相对来讲的话 对不对 杂交的水稻 比较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它研发的过程呢 对不对 所用的技术时间呢 会比较长 所以各有各的优缺点 但不管怎么样讲 新的道种出来以后 已经成为人类 解决粮食危机的一个 这个提供了新的契机 这是值得大家庆幸的事情 那更重要的是 可能也意味着中国杂交水稻 这个在随着气候变化 日益激烈的这种情况之下呢 将来在国际上 被接受的可能性会越来越高 其他国家可能呢 也会慢慢慢慢采取 中国的杂交水稻的技术 你不要看中国的杂交水稻 中的虽然成功 但是拿到泰国去中 它不见得能够中得起来 那接下来呢 跟大家还是强调 如果大家觉得 节目还不错的话 支持我们的平台 这个加关注 加关注以后呢 这个绿色的标签 就会变成黄色的 黄色的 黄色再点一下的话 那进去的话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需要大家的支持 那大家如果觉得 有进一步要跟我们联系的话 可以看视频下面 这个有一个二维码 你扫进去的话 可以跟我们课程 助理去联系 我们特别强调 不管是加入我们粉丝团 或者点关注 不会因为这样子受到不必要的 这个行销的骚扰 因为我们平台强调的是 零行销不骚扰 这个我们反对一件事情 就是买那些什么悬股神器 什么爆牌的软件 那些东西大家都碰不得的 你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对不对 你就直接挂掉 或者不要理他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不做这种事情的 当然大家也可以 对不对进入我们的公众号 选择你所需要的服务 有付费的不付费的 我们不做强迫的这种行销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 对不对 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服务 接下来呢 有一条新闻 昨天有人在路上 这个斗风的时候 看到比亚迪的皮卡车 皮卡车在中国来讲 不是什么主流的市场 但是比亚迪居然也要开发 皮卡车 电动皮卡车 但是虽然 皮卡车在中国不是主流市场 但是在东南亚 在印度 甚至于在美国 那就是主流 major的这个车种了 那比亚迪为什么要做皮卡车呢 那就考虑到两个原因 第一个 未来市场的需求 第二个 第二个什么 就是国际化的需求 你就不难想见 比亚迪 他现在的企图跟野心 是在什么地方 那接下来呢 跟这个新闻 汽车新闻也有关系 昨天英国金融时报 报导了 这个 B&W 宝马汽车的CEO 叫做奥利弗Lips 提出了警告 警告什么呢 欧洲的电动车EV 是没办法跟中国的EV 新闻原车 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价格竞争 而为什么呢 他觉得中国在各方面 这个技术上的领星 已经遥遥的这个超越了欧洲 我们再看 也不过就是上个月的一条新闻 就是欧洲有一个专业的汽车媒体 还讲到中国的EV制造商 EV Max Face Coaster and Consumer 在欧洲面临到什么呢 面临到欧洲消费者的挑战 跟成本的挑战 也就是说 中国的新能源车 在欧洲卖不开来的 但也不过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宝马的CEO 已经做了完全不同的判断 因为欧洲有一个硬性的条款 2035年以后 不再怎么样呢 不再贩售 这个所谓 Combustion Engine 就是内燃机的汽车了 但是要发展新能力设置的时候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跟威胁 欧洲车厂跟它没得混 所以为什么你就不难理解 宝马汽车在中国有四个研发中心 因为它晓得在发展EV的过程中 欧洲人只有依靠中国的市场 这个就是延续我们昨天讲的 中国在新能源车的开发上 已经建立了强大的供应链 你这个欧洲不存在这个供应链 不存在这个供应链的意义 就是告诉大家 从19世纪 崛起的工业化革命 到现在进行到现在 欧洲在工业化的脚步中 已经开始 严重的落后 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中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不要离开平台 接下来呢 有我们洪荣老师 跟大家继续做五间解盘 下午呢还有余老师 还有陈老师 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支持 不要忘了 给我们加一下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 拜拜